大家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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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大佛顶手认淫经 大师之菩萨念佛 原通章书抄讲迹 诸位大家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翻开讲迹 第三十页 我们先看书抄里面 好 我们先念一遍 心一意也 佛佛全章 佛一称也 心心顿显 无有心外佛 为心所意 亦无佛外心 为佛所称 我们先过一下 上一次最后 讲到的部分 这八句呢 是讲修德 虽然从原理上来讲 我们是佛 没有错 在华言 原节上都说了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理上讲没错 世上来说不行 因为世上呢 我们还是迷惑颠倒 就像佛开悟的第一句话 奇哉奇哉 一切众生 皆具如来 智慧都像 大家本来成佛 但以妄想 分别执着 不能振得 我们不放下的话 这个自性的智慧德能 福报 不能现前 那就变成 一天到晚 迷惑 造业 受报 这个就是 获业苦 迷了 生口意 就会偏 就造业 造了业 不可能不受苦报 天天干这个事 在司法界里头 我们是人道 并不是佛道 如何恢复我们 本来面目 这个就要靠修行 修得有功 性得方显 所以接下来 是怎么修的方法 心一意也 这个意是什么 意念 念佛 诸位要记住 要心里头念佛才行 口里念佛 心里没有佛 这个不行 那这个要自己观察 自己念佛的手法 心里有没有佛 不能口念 弥陀 心散乱 喊破喉咙 也枉然 修行 要打破 要打破自欺 要打破自欺 不能自己骗自己 自己念的状况 自己要关照 有没有佛号越来越多 妄念越来越少 这个都要自己检查 师父 领救门 修行 要靠个人 所以 心里没有 这个没有效果 口里念佛 心里同时 要想佛 心里头有行 心里有佛 口不念佛 也行 因为他心 真有 所以主要是心 心重要 而且进一步 老上 以祖师的教诲 来指导我们 善导大师教我们 专修的方法 身专理阿弥陀佛 礼拜阿弥陀佛 口专称阿弥陀佛 称念 意义就是心专享阿弥陀佛 那 这里提到心 一意也 佛佛 全章 这个一 就是 专的意思 心一 心要一 就要专 心里 专享阿弥陀佛 心里专享阿弥陀佛 这个是在三叶修行里头 最重要 这个身口意 意是最根本的 我们取的意念 会进一步表现在 身口上面 所以 这个意最重要的 功夫最得力 最扎实 非常要紧 一定要 意佛 念头要 意佛 那能佛佛 全章 这个章是章名 显露出来 你看我们本来是佛 现在心里面 又想佛 那哪有不成佛的 道理 我们本来是佛 是我们的本觉 我们现在又想佛 这个是开始觉悟了 始觉和本觉 那就可以成佛了 因为我们是恢复本来 不是从外面来 所以老阿上说 本觉本有 一定可以恢复 那烦恼是不觉本无 一定可以去掉 这两句是大臣 起信论当中的教会 信心很重要 信为道言功德母 我们信心保持住了 接触一切人事物 会生起正思 道源 道的源头 功德的母亲 所以你信心坚定 你说的话 做的事 都是功德 信心一受影响 那就有怀疑 怀疑是愚痴的核心 所以一起疑 就愚痴 就生烦恼 所以大家自我观察 只要生烦恼 一定跟疑有关 断疑生性 把信心要提起来 那我们相信 本觉本有 老上说一定可以恢复 这些话都在增长 我们的信心 不觉 不觉是忘心 他是虚妄 别把他当真 他是烦恼贼 做贼心虚 他不是真的 就好像那个贼 要爬墙进来了 自己是主人 自己桌子一拍 喝 喊一声 这个贼心虚 他掉 从墙上掉下去了 所以我们一提起正念 正念现前 这个邪念忘念 就污染不上来 所以这个 夏连老说 妄想千般皆不管 他是虚妄 不去理他 一声佛号要分明 这佛号是正念 提起来 这些妄念邪念 就消失掉了 那 师长老人家 举了一个 我们很熟悉的例子 本来是佛 现在又想佛 那举的是 无量寿经 大教缘取 第三 耳时世尊 微光鹤裔 如龙京剧 又如明镜 影唱表里 现大光明 数千百遍 法相非常非常庄严 那这个阿难看到了 他就思维了 今日世尊 设身诸根 月欲清净 光颜巍巍 宝岔庄严 从洗以来 跟了佛陀 那么久的时间 所未曾见 没有见过佛 那么庄严 喜得 沾养 被我沾养到了 看到了 身西有心 西有难逢 所以就起来 问佛陀 您是念过去 现在还是未来佛 怎么 法相这么好 结果 这个师长这里讲到的 因为 释迦牟尼佛在想阿弥陀佛 荣光焕发 超越平常 所以阿难看到非常惊奇 我跟佛这么多年 做佛逝者 从来没有看到佛今天容貌光彩 这样美好 什么原因 因为他念阿弥陀佛 他心里想阿弥陀佛 你看我们是 往生的都是发佛地心 一向专念 都是在念想阿弥陀佛 所以你看往生 大家的笑貌 跟阿弥陀佛都一样了 这个在 《观无量寿经》当中 我说到 如等心想佛时 四心即是三十二相 八十种随形好 四心做佛 四心是佛 所以 相有心生 这个心在想佛 这个相貌就很庄严 所以《观无量寿经》说 心想佛时 四心即是三十二相 八十种随形好 师长老人家进一步 延伸到了 我们去看向算命 为什么会算得那么准 说实在话 替人看向算命的人 天天在看人 他经验丰富 一看到那个表情 他就晓得 你心里在想什么东西 他一猜就猜中了 实际上他并不是 个什么很厉害的本事 他看能看多了 经验丰富 所谓江湖素饰 你心里欢喜的时候 一定显露在表面上 你显得很愉快 你心里烦恼的时候 一定忧虑 愁美苦脸的 这是一定的道理 那心想佛 面就像佛一样 所以贪心重的人 面就像鬼脸 我们常说 我们常说小鼻子 小眼睛 心量小子自己贪 都是只替自己想 这个脸很像鬼脸 因为贪心是恶鬼 死法界 都有影业 贪心 都恶鬼道 这里说 称恨心是地狱 愚痴是畜生 看人的面向 听人的声音 看人的动作 就晓得来生到哪里去 这一段话 老老上常说 能不能往生 不要问别人 要问自己 当然我们要互念别人 也要看得懂别人的状况 这里提到 面向 阴声 动作 向 面是向 脸的状况 是一个向 阴声 也是他的心 流出来的声音 他的动作 也是他的心 表现出来 所以 都可以从我们的一举一动 看到我们心的状况 所以就知道 哪一个力量最强 这个 比方说 我们 在餐厅吃饭 看到自己喜欢吃的 多夹几块 没有考虑到后面的人 有没有得吃 这个夹菜的动作 我就看得出来 会到饿鬼到处 比方说这个菜不多 他一看 后面还有不少人 都让给别人了 布施给别人 那这个要到菩萨道去的 你看他的动作 都跟六度相应 这个 是要去菩萨了 做菩萨了 来平等心 来佛法 你看普行菩萨 第一个礼敬诸佛 平等恭敬 平等心去一针法界 好 所以这句话 我们就有自知之闻 你看延伸开来 听这个人的音声 非常的急促 这性格就很急躁 修行要改性格 这个心比较强势 你看那些动作就 不会顾及别人的感受 好 如果是念佛的 这个人非常慈悲 他必定成佛 所谓向谁心转 我们心里天天想佛 怎么会不像佛 当然就像佛了 陈德市有一次 刚好到台中联社 李秉仁老师纪念馆参观 我在那里礼拜 老人家的 这个法相 好像感觉后面 也有人在礼拜 我回头一看 离老的学生 而且已经 90多岁的一个老太太 可是她的脸很圆 而且 红扑扑的 跟苹果一样 我当时看来很佩服 90多岁了 面向这么好 那个真的是老实听话 念阿弥陀佛了 应该是孩子 移民到美国了 她也到美国修行 可能回来 台中 到老师纪念馆 来看 但是你看她佛念得好 相貌 真相佛 我们自己 比方说今天 念了半个小时佛 去照一下镜子 一看 庄严很多 就更有信心多念 天天念菩萨 就像菩萨 天天念明文利 天天 念钞票 那将来的果报 在轨道 所以 不能常常 都想到令吉 这个念头 会剁轨道去 去做鬼 天天念那些 冤亲 冤家对头 那是生惩恨心 那将来就到地狱去了 心里都不要装这些东西 装阿弥陀佛 刘苏云老师有一段法语 很精辟 重点是我们有没有用上 不能只是当知识背 来我们复习一遍 自我关照 我心里不装人 装人 爱真多 我们仔细观察一下 你脑海里浮现 人的时候 要不是就是你喜欢的人 要不是就是你讨厌的人 爱真多 有时候想那个讨厌的 还想的漫头 挥之不去 气死我了 这个会多地狱道 冤家对头 我心里不装饰 装饰是非读 你常常挂着那件事 一想就是在那里 是非对错 赚了赚了 赚不出来 看看这几天 有没有一直在想哪件事 当然 你假如想这件事的时候 是在希望 不要去伤害到别人 这个就是慈悲的希望 而不是说 好像烦恼 一直萦绕 跳不出来 那个就是 把脑做主 那就是 是非人我 止不住了 我心里不装物 大家想一想 你人以外的 都是属于物的 房子 车子 手势 比方说 佛珠 哎呀 我那一个佛珠 那个是玛瑙做的 一直每一次看到人 就真的 你看我这是玛瑙 我 你心里面 常常在挂 这些稀有的东西 的装物 还有大家有没有 喜欢吃的东西 比方说 你想到了 你不吃啊 你其他的事就有点做不下去了 就他的念头最强 这个用我们敏南话讲了 不吃 吃的 没有吃的话呢 嘴巴会抖 一直在想 我是真的 遇到啊 这个童修啊 素式善根很好 那他念佛啊 他就念 结果很精进啊 那这个童修呢 他还没学佛以前 特别喜欢吃水果 喜欢到什么程度呢 就比方说 睡觉睡到十一点多 醒过来 想吃水果啊 就睡不着 然后就一定呢 找人家那个水果店 把人家 主人 把人家炒起来了 一定要人家把水果卖给他 然后回到家吃一吃 哎呀 很满足了 才睡个早 以前好吃水果到这个程度 结果遇到 佛法 他也精进念佛啊 念到啊 整个虚空都是阿弥陀佛 哇 这个 很精进啊 境界不错啊 就在这个时候呢 在他的眼前呢 出来一盘水果 他下一个念头啊 就把手伸过去 就把手伸过去要哪了 这个虚空的阿弥陀佛都不见了 因为他贪念起来 阿弥陀佛就不见了 哦 好 好 诸位 同修啊 你们有没有不吃榴莲 受不了 现在榴莲季节到了 你们考试考得怎么样 好 好 所以心里不装物 装物啊 贪念多 你还有榴莲的东西 今天有一个同修 说我妈妈觉得 她很想去西方极乐世界 我说那是她的认为 事实上是不是呢 那你看她还有没有放不下的东西 她说有啊 对啊 那她还有这些留恋的东西 那说她很想去啊 那是她自己认为的 所以不能 认知 错了自己的状态 要自己检查 真性切愿 那个心很 心愿是很肯切 真切 那很肯切了就想呢 现在就去了 怎么还会留恋世间的人事物呢 那这个就不够肯切了 不够切愿了 所以祖师说的 说婆有一爱之不亲 临终被此爱所迁啊 所以不能再贪爱世间的东西了 现在还有啊 要很有警觉性啊 去观照 进一步去放下这些 还会贪恋的东西 老外上七十三岁的时候 讲到啊 我随时都可以走 凭什么 四出四间法都放下 他都不留恋了嘛 一心求生了嘛 那阿弥陀佛哪有不敢应道教来接的道理 你真放下了 又愿意去啊 那就万修万人去了 好 所以这个是 我们呢 复习一下 刘老师这一段法语 所以心里不装人 不装事 不装物 我心里只装阿弥陀佛 来 好 所以 师长这里说了 这一些 念地狱恶鬼畜生 这个不能念啊 还是念佛好啊 教你要念佛啊 而且 我们要知道 这一个念头啊 差别很大 念一句佛啊 是一个金刚种子 成佛的金刚种子 可是念一个 称慧 起情绪了 这个是地狱的音啊 你看同样是一个念头啊 差别那么大 那真正自爱的人呢 那他肯定要念阿弥陀佛啊 所以认知的越深刻啊 越会督促自己啊 不能不念佛啊 我们不够深刻了解啊 一个念头的力量很大 你看阿难问世佛 集中心 安世高大师翻的 他前世的一个师兄弟 也是出家人 平常呢 明经 喜欢经教 也是 很深入经典 就好思 喜欢布施 可是去脱波的时候啊 对饭菜不满意 起了称慧心 结果那一世结束 就度畜生到了 还幸好安世高大师啊 去度他 让他脱离这个 恶道啊 你看一个念头 一个饭菜不满意啊 中了这个音啊 招感来 下一辈子在恶道里面 所以三十细念 中风禅师 这些教诲很精辟 大家常常要把这些 教诲提起来 须于被念佛之心 须于是很短的时间 我们 没有念佛了 不念佛会念什么 刹那即结业之所 我们可能会念贪嗔痴的 我们可能会念某个人 某个事某个物 那都是轮回心的 照轮回业的 就刹那其结业之所 所以不能不念佛啊 要把念佛摆第一啊 黄念祖老基士说了 你一天 没有念一万以上啊 那就不叫念了 这个不叫念是什么 我们看这个念字是什么 心心啊 你心上要有佛啊 我们今天 比方说扣掉睡觉以外 十四个小时好了 不是 这个十六个小时好了 你念不到一万呢 那其他的时间在念什么 哇 那其他的力量 就比这个念佛的力量 强多了 所以就不叫念了 心上提不起佛了 当然啊 这个一万啊 有同学就说了 我念的比较慢 阿 米 佛 佛 他说我这个速度念一万啊 那基本上我工作都不用做了啊 我家里的事都不用处理的啊 其实啊 就是说 你念佛一定要 佛号多 妄念少 你才能扭转乾坤吗 所以 我们自己啊 修行靠个人啊 自己 自我鞭策督促啊 佛号要越念越多 一般来讲啊 我们拿着佛珠 拿着技术器啊 可能前一个礼拜比较勇猛 再念到第二个礼拜 第三个礼拜呢 念佛基找不到了 这 我也有 要送给同修 念佛基他 不用了 我加两三个了 他可能念一念 不知道摆哪里去了 后来又找到了 所以这个 功夫要提升啊 还要下决心啊 还有毅力才可以啊 这个修行非帝王将相 所能为 增下功夫 增改习气 不能把修行看得太容易 念佛法门是义行道 那个义不是容易的意思啊 是比其他法门 容易 不是他本身很轻松就修成了 接下来提到了 佛一称也 这个称呢 是口念 前面两句 是心想 现在是口念 佛一称也 心心顿弦 显是显露在外面 顿显跟前面的 佛佛全章 意识还是相同 彰显出来 你看佛一称 所谓念佛即是 至心献 你很专注真心念这句佛 这个佛号是自己自性的德号 你念的一相应 真心献 心心顿弦 所以这个夏年老有一段 他自己修学 的一个心得法语 念佛即是自心献 自心献是方念佛 不念 我们一不念佛 不念是谜 一不念忘念就起来 不念是谜 念是物 谜即不念 一迷了就不念佛了 悟即念 你醒悟了 甚至你领悟到 不念佛就打妄想 一定要念 念即见佛 成佛死 这个意境很好 你念佛的时候 就是见佛成佛的时候 三迹过去 现在未来 没有先后 你这一句佛号念到 你的分别执着 都不起现行 因为时间空间 是我们自己的错解 它根本就不存在 我们一提 一有这个时间空间的思维 就有分别执着在里面 比方说我们在那念念念 到底要念多久 才能得力 这个就有时间 的这种念头起来 就夹杂的这些分别执着 心念 三迹同时 无先后 你要专注念到 把这时空都放下 分别执着放下 所以敬念相继 即是佛 一生接一生 敬念相继 即是佛 敬念相继的时候 就是法身的 这个不生不灭的状况 这巧入无生 法身是什么状况 因无所住 因为念佛一生接一生 一个妄念都没有 我们没有住在妄念上 叫因无所住 可是又一生接一生 叫俄身其心 所以敬念相继的时候 就跟金刚经法身 的因无所住 俄身其心 一样的境界 所以这个 暗和道妙 巧入无生 这是念佛法门的 善巧 殊胜 所以敬念相继 即是佛 你亦顿格万亿成 你又起了这些 诗意 揣测 这些念头起来了 那这个功夫就没有了 所以性文如来 亦方便 我们听了 释迦牟尼佛这个特别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之外的 这个特别法门 非常奇异 殊胜的法门 方便 究竟 稳当 快速 圆顿 直觉 这个这么方便的法门 苦乐 忙闲 莫停身 遇到苦 乐 忙 闲 这个佛号 不要停 不要被这些境界 转了 还是要提起佛号来 所以这个 佛一称 真心献了 心心 顿显 接下来 末后两句 给大家说明这个道理 为什么念佛 佛就献钱 心就是佛 所以接下来 书超里面提到的 无有心外佛 为心所益 亦无佛外心 为佛所称 这合起来讲 就是心外无法 法外无心 心跟法是一 不是二 心跟法 是一 不是二 其实一切法 都是由心 想生 所以心跟法 是不二的 那佛门也有比喻 以经做气 气气以皆经 用经比喻自己的心 心起作用了 就有相 那你看用经子去做 你拿来做观音菩萨 拿来做地藏菩萨 你看 这些 都是经子做的 所以这些也都是自己的心 所以心跟法是一 不是二 所以学佛 最要紧的 就是要修心 修什么心呢 修一心 一心 是真心 一心就没有分别执着 就是清净心 一心就是平等心 一就平等 二就不平等 二里面 就有分别了 就有计较 分别 你跟我了 计较 多跟少了 你看都产生这些 就有执着了 一里面 没有分别 那 我们刚刚说的 一切法 从自己的心 想生 所以我们 眼前 不同的人 你不要分别他 他都是我们 自己的心 变现的 都是自己 是一 不是二 所以其实 尊重别人 也是尊重自己的 自信 整个宇宙 是自己一念 变现出来的 那这样就 平等了 都是一体 一体就不分别他了 所以一个 会修行的人 在哪里修 在生活里面修 在处世 待人接物之处修 修什么 修一心 修清净心 修平等心 这叫 会修行 老婆上 常常 以这个 禅宗 说的 你会吗 会修行 就在一切 境界里面 修 清净心 平等心 一切 顺逆 境界里面 修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一切境界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修这个 历世 练心 练出 清净 平等心 这叫 真正的 修行 这是 觉 这个今天 跟同修 有提到 他说 这个佛法 要用到生活工作 好难 那成德跟他交流 这个佛就是 觉的意思 你说好难 那你 你讲话不觉 你讲话 不觉悟不明白 你 古里糊涂的讲 会讲错话的 所以你讲 每一句话要绝 那就是 你讲话就是佛法 你今天要做一个决定 你要绝 你不能搞不清楚状况 你就下决定了 那后面 可能你就很难收拾了 所以应该一切 时候都要绝 就是在用佛法 一言一行 你要觉悟 你就 你就讲对话 做对事了 不觉了 说错话了 后面副作用就来 所以老阿上说 面对境界要清楚 那这个就是觉啊 所以什么时候要用佛法 一切死一切数都要把佛法用了 所以 佛法不难用在生活工作 处事待人接物啊 一定要用啊 是我们不觉的时候才不用啊 比方说 今天这个 你是当爷爷奶奶了 结果 到儿子家 孙子都在 结果 这个孙子呢 要先吃饭 那 爸爸妈妈也叫 孩子先吃 结果这个 爷爷奶奶说 不对 这样 没有做地址规了 那一下子这个孙子 不知道是要听他爸爸的 还是听爷爷的 这个吃饭的气氛就很尴尬了 这就是一个境界 我们想一想 教育这个孩子 是父母为主 还是爷爷奶奶为主 大家没有反应啊 爷爷奶奶又不是每天跟他在一起 或者你纵使在一起的 在缘上 父母的缘比较深 而且教孩子 应该以他为主 应该以他为主 主办 圆融 这个是华言经上说的 你在境界的时候 主办 要搞清楚 所以爷爷奶奶是伴 是配角 父母是主角 所以 这个 在教育孩子的情况 你要以他父母为主 哪怕他父母是不对的 你不要当场 给他难堪 你尸体下 归过于尸世 去提醒 自己的孩子 你看你 你这样的话 那孙子 你看他吃东西 都是先想自己 这自私会挣扎 你再给他讲 你不要在孩子面前 给他难堪 你看这你面对境界 都是要清楚的 包含 你跟你的领导出去谈事情 结果你的话 比你的领导还多 这个都是面对境界 不清楚 你包含 你到人家新的单位 就给人家提一大堆意见 这个也是面对境界 不清楚的 你虽然是好心的 你首先也先客观了解情况 再来提意见的 就要拿捏好 处事的分寸 所以这个 佛法不是退休以后 要学 是当下就要去学 当下就要去用 你不觉悟的话 你都要收拾自己 做错的事 讲错的话 那接着处事 待人 接物 随缘 不分别 不执着 就是不变 我们起分别执着的念头 这个心就变 所以不要变心 不要去分别 不要去执着 然后呢 随每一个人来 我们就真诚去面对他 古人有说 用心如镜 这是比喻 用真心 就像镜子一样 镜子 这个人 跟物品 还没有到他面前 他也不会去 去想 来了 他照得清清楚楚 离开了 他心里 痕迹也没有肉 就像我们自己 你要去见这个人 还没见 你就很紧张了 那这个不妥了 见完之后 又在那里一直 回忆啊 在那里懊恼啊 这个都不像镜子了 所以已经过了 不要留在心上 已过物流至 还没来的事啊 你不要去担忧 未来物将延 这样才是随缘 心清静 心平等 心清静 平等 不变 外面呢 随缘 不变 你看真心不变 但是遇到什么 都能随缘 去利益他人 所以不变随缘 这个是佛 其实我们现在 要不变 不容易啊 遇到人 很容易起情绪了 起好恶心了 所以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在心上 要放阿弥陀佛 心里稍有 情绪起来了 察觉到了 赶快阿弥陀佛 这个心才不会 变得太厉害 你心里都放阿弥陀佛啊 心不容易分别执着 才能随顺英文 所以菩萨适得 第一个就是随缘妙用 妙在哪 妙在自己没有变心啊 妙在自己的心 是清静平等 自己的心是念念 为对方想的 你还念念 为对方想的 就慈悲啊 没有变心啊 你自己用了真心了 对方感动了 所以 要用就是自己提升了 有受用 对方被感动了 也有他受用 那能够这样啊 你是在每天遇到的缘 自己提升了 相关的人也提升了 哇 那这样每一个缘 都很殊胜啊 每一个缘都很有价值啊 举个例子 这个比方 今天啊 你的孩子 端了一杯茶过来 不小心 杯子摔破了 这个时候我们一想 你搞什么鬼啊 那个杯子我花了 一百令吉买的 你知道吗 这个就起情绪了 这个就不妙了 这个杯子破了 你不会心疼 你没有 你没有情绪起来 你还是用真心 孩子别着急啊 小心小心 不要刺伤了 顺便教孩子怎么 收拾干净 不会造成危险 你看你随这个 杯子摔坏了 你教孩子镇定 教孩子怎么收拾好 然后又提醒孩子 你刚刚为什么会把杯子摔破啊 是不是刚刚动作太快了 太着急了 以后 以后 要充容一点 不要这样 你看你用真心回应这件事了 孩子就得到很多起诉 假如我们执着了 起情绪了 变心了 那可能就用情绪来骂孩子了 那自己不妙了 对方也不妙了 可能你的情绪就 伤害到孩子都说不定 他可能是好意 要断一杯茶给你 你都体会不到 还骂他一顿 好 所以真正成功了 那这不变 随缘 佛与大菩萨 他到我们这个世间来 要给我们说法 要来度我们 那怎么样 他就视线一个人生 视线人生 随缘 随我们的缘 这佛与大菩萨 假如说视线 畜生来度我们 但是不大 不大容易 要线同类生 我们才比较容易接受了 那就随我们的缘 可是要度畜生 那就随畜生的缘 现同类生 他有能力 他不变 但是他随缘 这是佛 我们今天学佛 从哪里学呢 我们在随缘 随缘里头 学不变 这都是用真心 不用分别执着的心 那还是容易变 所以随时 心上放阿弥陀佛 就不容易变 我们的功夫学这个 不变就是定 戒定会 就是定 随缘就是会 不变就是定 心要不变 就是不要着相 不取余相 是禅 如如不动 是定 所以不变就是定 定会等持 不能不随缘 凡夫毛病出在哪里 随缘 心就随着变 那这个东西麻烦大了 那这不管用 自己都做不了主了 更不可能去帮助到别人 我们今天就是随缘里头 学不变 所以老话上说 学佛最重要的 用真心 真心不变 对方态度再不好 你还是柔软 你还是为他想 念不变 不变就是随缘里面 自己内心 决定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一切法是平等的 一切法是不恶法 就好像我们提到了 整个世界是自己一念心变的 那都是自己啊 你就不去分别执着他 所以知一切法 即一念 一切法就是自己一念顿线的 所以一切法都是你自信 变现平等 不恶的 学这个 这个重要 修行修这个 戒定会三学 通通都在里面 修戒定会就在每一个境界当中啊 处处是道场 因为不修戒定会 那可能就是 这个弥邪然做主了 真是抓到钢领来修啊 没有那么麻烦 没有那么啰嗦 抓到钢领 从总钢领上修啊 成就快 所以修行啊 老和尚 常常就讲这一句了 六根接触六成都是道场 念什么 抓那个钢领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你随时都在观照 不要去分别 不要去执着 不要起妄念 就抓住 修行的 刚领所在了 一发现有分别 赶快阿弥陀佛 不去继续分别 看到有贪嗔痴的执着起来 阿弥陀佛 不要让这个执着的念 再相续了 所以心是根本 这心是总钢领 如果我们在随缘里面 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了 立刻警觉到 我随缘随着变了 那我随缘随着 心都变分别执着了 这个就是造业受报 那就是六道轮回 所以用真心不变 再激功累得 一变心就搞轮回心 造轮回业了 所以如果我们随缘 在里面里头不变 这是很困难的事情 理上说的是很容易 做起来不容易 那不容易怎么办呢 那这个法门里有方法了 我没有办法做到 不分别 不执着 不起心 不动念 那我在随缘里面 一起心动念 马上转成阿弥陀佛 你念头要转得快 那就行了 为什么 你有这一句阿弥陀佛 你将来决定往生西方 成就不可思议 这是从总刚领修 一发觉念头有分别之所 赶快就把它转成阿弥陀佛 那这就对了 因为一转阿弥陀佛 你比方 对这个人产生讨厌 阿弥陀佛 产生喜欢的阿弥陀佛 平等的都是阿弥陀佛 都要去分别他 都要去执着他 最近天气温度很高 陈德刚好最近坐台湾高铁 也坐得多啊 里面冷气很强啊 外面四十几度呢 进去里面冷气又很强啊 结果 我们又穿出家衣服好几件啊 结果在冷啊热啊冷啊热啊 不死 这个就感冒了 所以这个停了两节课 这个跟大家致歉 很惭愧 你看还是没有照顾好身体 我们修行呢 下手术身体法夫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笑之失业 一个人细心 不怕麻烦 在那里面 照顾自己啊 练出来 你说哎呦 那里面外面温度 差那么多 还是有方法 多带几件衣服啊 适合赶快换起来 不要怕麻烦 我们一个处事的态度啊 都 您未成功找方法 这是主动去解决问题 找方法 不能不耐烦 由此可知啊 这一句阿弥陀佛 就是在一切法里头 能念啊 不起心 不动力 不分别 不自主 心不起念 所以啊 起念就是阿弥陀佛 我一切所缘 心里头 这一句阿弥陀佛 紧紧抓住 这个就行了 你看顺境阿弥陀佛 不起贪爱 逆境阿弥陀佛 不起惩罚 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 是平等法 是亲近法 这一句阿弥陀佛 是亲近句 平等句 心里都不放人事物人 都放阿弥陀佛 是亲近句了 啊 那一切境界都是阿弥陀佛 就没有 分别了 是平等句了 十方无量无边 诸佛差土 一切如来教化众生 都是以这一句 阿弥陀佛 为教化众生 为普度一切众生的 第一法门 因为这个方法 善巧啊 上中下根都能 受持 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 是亲近句 平等句 那家念阿弥陀佛 不知道这句阿弥陀佛的 功德利益 不晓得这句阿弥陀佛的 殊胜 这功德利益 观无量寿经说了 你真心念阿弥陀佛 灭八十亿劫 生死重罪 八十亿劫 你看我们真心念一句 灭那么多罪 跟你起一个念头 照轮回叶 那差别太大了 真的知道功德利益了 分秒必争 念阿弥陀佛 这两句阿弥陀佛 显示这个意思 所以希望大家呢 细心去体会 你们所得到的功德利益 可以说是 无比的书生 这后面的句子 最主要就是 心外无法 法外 无心 心跟法 是一不受恶 那心上都是阿弥陀佛 那一切境界 就平等 我们再看下一段 书超主文 众生念佛 佛在众生心内 佛念众生 众生在佛心中 这一段经文 是讲 心 佛 众生 三 无差别 这就是波罗经里面 所说的 诸法实相 就是一切法 的真相 是讲宇宙人生的真相 经上常常讲谜 讲物 谜 就是迷失了这个真相 物 就是明白了真相 那谜物虽然有不同 但真相 从来没有改变过 他真就是不会变 才是真 真相就是真相 从来没有改变过 绝对不是说 因为你悟 他才有 迷 他就没有 那就不是真相 就像我们迷了 可是我们的真心 随时都在 所以事实的真相 无关于迷雾 但是迷雾 他受用就不相同 你悟了 你的受用是自在 是得大自在 迷了就有痛苦 迷了就烦恼 悟了的人没有烦恼 真正是离苦得乐 其实这一段话 我们自己也可以 感受感受 比方 你去打个佛七了 念得这个法喜充满 你好像想到 比方跟自己关系不好的人 你一想都 哎呀 要礼敬人家 那个状态很好 刚好 比方说 遇到一件事 起了情绪了 然后这个烦恼的念头 念念相去 好像越想越烦 越想越对立了 你看你状态好的时候 什么都容易想通 状态不好的时候 就越容易钻牛角尖 其实迷雾 在我们自己的 生活当中 都可以感受得到差别 非常大 所以这个时候 当感觉自己迷的时候 那就要赶快 把它转掉 赶快好好专注念佛 就把这个情绪迷惑 转掉了 所以一个人 假如起情绪了 不要去处理事 也不要 不要去讲话 很容易就讲错话了 赶快把迷的状况 透过 念阿弥陀佛 转过来了 所以苦乐 忧喜 烦恼 清静 这些东西 从哪里生的 从迷雾上生的 真相里面 没有 换句话说 没有烦恼 也没有菩提 没有欢喜 也没有丢脑 没有这些 这个真心一法不利 没有利这些东西 真相里面 没有 迷雾里面产生的 这都叫不正常的现象 这个意思 非常之深 是要很细心的去体会 实在讲 体会 只能够体会 表层的意思 如果要想得到 真实的受用 那是要有相当深度的 体会 才行 这个都要 透过 解形相应 你领会那个理 就更深了 这个理有顿悟 事还要见修 这四句是正说 在第一句里面 就把这三项 就心佛众生 就说明白了 有众生 因为众生念佛 这是第一句了 这一句里面 有众生 念 念就是心 然后还有佛 众生念佛四个字 心佛 众生 都在这四个字 里面表达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 尤其难得的 是将念佛成佛的 原理 给我们说出来 众生念佛 佛在 众生 心内 那我们要问 众生不念佛的时候 难道佛就 在众生的心外吗 可不可能 不可能 你念佛 佛在你心内 你不念佛 佛还是在你心内 因为佛是法界身 这一切法都是他的身 佛是骗一切处的 但是差别在哪里呢 你念佛的时候 你心内这佛 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前面说到了 说了 心一意也 你心一想佛了 佛佛全章 彰显出来了 你心里不念佛的时候 心里虽然有佛 你自己觉察不出来 换句话说 那个佛不起作用 有没有佛 有 不起作用 你心里念佛的时候 这个佛 起作用 所以由此可知 心里头 本来佛 这个是信德 本性里面 本来具足的 德能 就是六祖开悟的时候 他所说的 何其自信 本智具足 念佛 佛现前 这叫修德 信德 本来有的 但是你没有修德 他就不能现前 你不修呢 还是烦恼做主 他不能现前 那这个是在 十法界 举一个法界说 这是讲 心佛众生 没有差别 实在讲 这一句 已经把 十法界 通通 含色 圆满 因为众生 就是除佛之外 还包括九法界 菩萨 圆觉 声闻 天 修罗 人 恶鬼 畜生 地狱 九法界都叫众生 十法界里面 说真实话 只有佛 是真正觉悟 究竟圆满的觉悟 除佛之外 都是迷 只可以说 他迷 有轻重 菩萨 迷得最轻 圆觉也其次 声闻又其次 迷得最重的是地狱 只是迷情 轻重不同 而分出来的 所以这一句就说明了 十法界 依正庄严的原理 十法界 从哪里来的 一句话就说出来 宇宙人生从什么地方 来的 心变现的 心要是悟了 就变 世圣法界 心要是迷啊 就变六凡法界 所以一切为心造 因为这一句一开始就是 众生念佛啊 我们刚才也说 念佛即是至心献 你念佛了 就献佛的境界 所以这里 师长讲的 一切为心造 所以华言 上说啊 因观法界性 一切为心造 心是宇宙人生的本体 本体就是能生 境界是我们所生的 所以能够 对于啊 一切为心造 不怀疑的 不会去责怪别人 不干别人的事啊 是我的 心献事变 所以我们学佛了 还指责别人错了 那这个 就跟这个一切为心造的 真相相违背了 我们没有用这个道理来思维了 变成着相了 见人家的过了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一见过就 着相深 烦恼了 所以不仅仅佛在我们的心内 使法界一正庄严 统统在我们的心内 所以换句话说 就看你念什么 你念什么就变什么 为什么 使法界一正庄严 是我们的信德 何其自信啊 本来具足 通通具足的 我念佛 佛就现前 就做佛 念菩萨 你就做菩萨 你念天 你就升天 你念人 你将来来生是人道 你念贪生吃 你来生就变三恶道 通通通是你自己 一念之心 变化而有的 不是从外头得来的 那这是佛法 不仅净土的原理 整个佛法的原理 不出这个 我们真正明白这个道理 使法界是自己自由选择的 你要想到恶 我 我 我